上次我們就講怎樣去做一個真的丈夫 今集我們就講怎樣去做一個真的爸爸 但一開始我想問一下你們兩個 你們覺得你們兩個是怎樣的爸爸? 什麼樣的爸爸? 什麼類型的爸爸? 我用四隻字形容自己是因威並施的爸爸 很大喔 很厲害 我覺得我知道我在我女兒的心目當中 我是一個很有威嚴的爸爸 因為她在我面前是不敢亂來的 即是害怕你的? 害怕的 她會問我的 驚威我的 不是害怕你 同樣地她又覺得我是一個很搞笑 還有很玩得的爸爸 尤其是當我跟她單獨相處時 她完全沒有那種害怕的感覺 我知道了 你呢? 我覺得我在家裡屬於基礎的 即是東西要有規矩 東西應該怎樣去每一天的 routine 應該怎樣 很多時候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一個人怎樣是一個好人 那些是 我想我會特別alert到那些 values 即是你講 values 講對錯的那個 多一點是 都不是很傳統之間 我都在想 講到爸爸 很多時候就在想 出去賺錢 養家 管人 那個 管小朋友 那個 訓導主任 對 訓導主任 監獄署署長 我又沒有想過懲教署那麼厲害 有的懲教署署長 以前我是這樣看我父母的 因為我媽媽就是福利部部長 我爸爸就是懲教署署長 那你和你爸爸的關係是怎樣的 嘩 你問我 好像在關閉的節奏 那你現在是懲教署署長 你現在是懲教署署長 我覺得跟他很相似 因為有時我在廁所照鏡的時候 有些樣子 我都覺得 哎呀 閉呀 這麼像我爸爸 為什麼要用閉呢 因為閉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特意學的 但是他因為在我生命當中出現過 他就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無論是優點缺點 很多時候都在我身上都過了 所以我覺得做父親為何這麼重要 角色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無論你有意無意 其實你的子女真的會在隔壁 學了你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爸爸都是不斷學習的 就是跟從做老公一樣 我不是一結婚就懂得做老公 我做爸爸都是不斷學習的 即使你17年我20年 其實我都還在進步 我覺得心目中 我們都有一個理想的爸爸的形象 我覺得就是天賦 哦 我同意 天賦很完美 那你在家裡 天賦是什麼呢 那學天賦什麼呢 你先說吧 我覺得 我覺得 聊天啊 玩玩玩 然後他就說 怎麼陪啊 做什麼啊 然後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老公你這個不是陪她的女兒 即是陪 怎麼陪呢 這就是一個正在學的爸爸 所以我想當我們要學天賦的時候 當然我們學不到天賦那種無處不在 但是的確真的有很多這樣的個案 就是他明明在 但是人在 有時看到食飯桌 就是四個人這樣 但是四個人各自拿報紙 拿著手機 這個是在喝茶見得多 就是那些孩子在打擾 跟著老公在那裡 不過就看東西 看自己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不是說 你要告假 你不做你的事 然後就專門陪著他 我覺得這樣又不是很實際的 但是會不會在生活上 有些小小小的moment 是你會抓住 你一定會用那個時間 我覺得就是一個 你 pay attention to 他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了 我想我自己都 在我的經驗裡 我也很看重這些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是建立你跟他的關係 長遠的關係 我在我家 我通常都會把握 就是臨睡那段時間 就是臨睡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就是他累了 他做了所有的事情 其實他開始 我覺得那段時間 是比較純一點的模式 於是 你說的女兒純一點 純一點 就是我又純一點 因為我很累 另外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累 他很想撒人 那段時間 那就是一個最好的moment 我跟他聊天 不單止是我跟他聊天 其實很多時候 爸爸最喜歡我跟他聊天 但其實那段時間 我是更加享受他跟我聊天 譬如他將他那天 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他告訴我 其實很多時候 不問我說甚麼 很多時候我只需要做 就是坐在那裡 然後我看著他 然後我仔細的聆聽 他在說甚麼 其實他已經很感受到 我的present 所以重點就是 你是聆聽 你不是要有些東西 說給他 即是爸爸很喜歡 我又有東西說給你 我坐在跟我們聊天 那兒子就說 我不談 即是你是可以親近的 你是接近的 我想其實每一天生活裡面 是有幾個這些時間 我覺得是特別重要的 包括這些甚麼 包括可能是車子女放學上學 包括可能是 如果你說你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吃飯 吃頓飯的時候 也包括剛才 George 所說 睡覺之前那段時候 這個就是present 不過如果再你說 我怎樣學天父的話 我覺得有另一件事 我也想說 就是其實那個model力很重要 那個榜樣 當然你說我怎樣學天父 天父在聖經裡面說完 我是誰誰 但我覺得更加寶貴的地方 就是其實他來過做過一次 他在我們的人當中生活過一次 你看著耶穌怎樣生活 其實他就成為了你跟我的榜樣 但耶穌沒有小孩 但他是有著這份父的心腸 來對待自己的戀童 耶穌怎樣搬入家 你怎樣把耶穌搬入家 我怎樣把耶穌搬入家 我覺得第一件事 我先看回自己的生命 其實我剛才說 我爸爸影響我很大 其實我因為這樣 我知道我無論做甚麼都好 我會影響我的女兒很多 有時我看到他的對答 十足是我那些 我便知道真的糟了 因為你無論做些事 你有意無意他都能夠取得到 所以其實模特兒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有時要intentional intentional也就是 你無論在哪個場合 我舉一個很日常生活的例子 就是你開車 你開車在小孩坐在你後面 坐在卡扇裡 其實那個就是你有意無意 已經在模特兒 那個人在卡扇線的時候 你很生氣的時候 你火爆的時候 你會說甚麼 你會有甚麼反應 其實你已經在模特兒 我很喜歡這件事 因為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人 特別是這樣 一坐上司機位 我們已經變身了 我們馬上會變身了 很多人坐上司機位 都會變身了 我們會不怪獸的 無論你平時多好 你上到去時都會變身了 那就是一個場景 你怎樣去模特兒 你自己給你的小朋友 我也有很多這種模特兒 即是intentional 還有我覺得 你除了模特兒之外 其實你有時間 其實你需要解釋給他聽 為甚麼爸爸會這樣 我很多時候都會做你 即是開車罵人來解釋 不是 其實都可以 即是有人剪輯你 爸爸 他啊 他不對的 不是 他怎可以這樣開車 但他可以告訴女兒 你知不知道剛才那個人做了甚麼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會怎樣 爸爸沒有 為甚麼 我解釋給你 我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做這些 其實生活中有很多教育時 正確 譬如最近我女兒 有一個個案 她想寄一個藝術的作品 多不多 她就告訴我 爸爸我要寄東西 那我就不知道 爸爸我要寄東西 我問你想怎樣 我要一個盒 我問我哪裡找一個盒 我推薦了他 我去哪裡找一個盒 但他不聽我說 他說不行 然後他有點貼 十幾歲女 有點貼 我一直都說不行 你又沒有研究過 又沒有上網找過 你又將問題交給爸爸 那是教育時 當然 後來的時候 我也有幫到他 但是幫完他之後 其實幫的過程 不是我幫他解決問題 就是我推薦他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到最後解決問題 我在那一刻 我就問他 我正在駕駛車 回家 我說 女兒 你明明為何爸爸剛才你 剛才在那裡捏地的時候 我不幫你 為什麼 我就解釋 因為我不想你學 只是把問題 轉嫁給別人 我想你自己學去解決問題 爸爸是很願意幫你 但我只需要聽 你會怎樣解決問題 這些就是教育時 這是模特兒之外 另外一個步驟 是的 已經模特兒完了 你就要再講解 是的 我覺得教育時 是要抓住的 因為往往你第一個反應 就是啵他 第一個反應就是爆他 第二個反應就是幫他做 或者教他做 或者要他怎樣做 就解決了一個問題 但剛才我想的例子就是 你爸爸知道 其實每一分每一秒 都可以將他轉化為一個正面 去教育時 你不一定要坐在那裡 爸爸今天教你怎樣做人 其實我想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其實有很多生活的事 出現在你眼前 那個就是DT的時刻 不過有時候你知道 先說回模特兒 不是每次都行 我每次都不是一個好的模特兒 不是好的模特兒 衰了怎麼辦 衰了也有衰的模特兒 衰了你就在子女面前 認罪悔改 你就告訴女兒 很沒面子 這樣你真的要放下 你要教下一代 你真的要放下 你可以告訴他 爸爸這次衰了 然後你告訴他 爸爸為什麼衰了 爸爸因什麼原因 就是這麼軟弱衰了 女兒 我告訴你 我下次不會這樣做 我請你 你也要跟爸爸一樣 不要這樣做 其實這個會構成一個文化 就是你在家裡 其實女兒衰了 她都會 爸爸我衰了 她都說我衰了 是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問題 就是覺得你衰了 你不敢說 你不肯承認 但是其實你這樣模特兒 你成功可以有成功的模特兒 但是你失敗的模特兒 這樣的教育時 其實都可以幫助女兒 還有這裡我要加一點 你講完道言歉後 其實有個機會就是你去改變 我覺得是一個模特兒 你是需要改變的 對 你是需要改變的 你可以說 女兒我又失敗了 下一次我又失敗了 這樣就不行了 你需要真的會改變 我想起有一次我老公 就是他不知道那天做錯了什麼事 我問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在女兒面前 然後他就跟女兒說 你不要學爸爸 然後繼續做 那這樣就不行了 你想不想我跟Ross聊 好啊 所以其實你剛才是說 第一個就是Presence 就是要陪伴 第二個就是要模特兒 模特兒 第三個就是Teaching moment 其實做爸爸也有多少事好 多的 所以是一個不斷地去成長的過程 每一刻我會覺得我很好 其實我可以 那當然跟婚姻一樣 我希望20年前的我是 我比起20年前 我已經是一個好過20年前的爸爸很多 是的 其實我會特別 尤其是我會忠告那些 如果那些父母 如果你現在的弟弟更小 其實你真的要好好留意 你怎麼做爸爸 因為到了他們 就是Teenager的時候 你現在經歷那些時間 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跟他怎麼建立關係 其實到那時候就見了真相 在他最暴風的時候 他是不是還來找你 他是不是再醫病你 就去看二家 我想另一個事實就是 兒女越來越大 他的mobility越來越高 他有自己的朋友 你控制不到他 Facebook 他有他的事 根本不是你不花時間給他 是他不花時間給你 所以你不早點打定基礎 到那時候就追不回 都會是 其實另外你也是珍惜現在的時刻 當你子女仍然是 很想在你身上找到愛 找到接納的時候 你就給他 否則以後我們 那時候才會說 那些很容易 如果我小時候沒有經歷過愛 他跟接納的大哥 就很容易出事 你就不想在那時候 再收拾殘局 是吧 好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就講 怎樣做爸爸 那下期說什麼 下期我們要 下期說朋友 怎樣做朋友 這個大件事 兩葉拆高 講兄弟 這個重要 所以下次記住繼續看